哈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济盛满堂的杜远龙show 我是你们百物,我是Ezendra 我是你们的社妇,Samen 那今天又回来到我们的水晶系列 那我们今天要讲到水晶就是胡眼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个我最喜欢的水晶 叫做胡眼,胡眼石 那这个石头就是勇气的象征 而且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水晶 然后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我的水晶,我的这个念经的周108周 都是整个是胡眼的 这个就是我有多么爱它 我从小就很爱它 因为它就象征着勇气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超爱的水晶 那这个水晶为什么它会被称为一个勇敢的象征呢? 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强的保护水晶哦 所以呢,如果你们要找一个保护水晶,挡杀水晶 你们可以去用胡眼 因为呢,胡眼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水晶 所以当如果你的人呢,是一个没有专注力 或者是做事不果断 没有一个很像主见的人呢,不懂要怎么选择的人呢 你可以去用胡眼,因为为什么? 因为胡眼呢,它的名字这么帅 老虎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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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有点,就是这个是原始 所以它是天然,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都很像那种有点虎文在介绍 为什么它叫老虎的眼睛呢? 就是因为它是勇气的象征 你们知道哦,老虎啊 它要拿一个东西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果断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非常,我就是要这个,我就要抓到 这样子就对了,就是它知道它 你们有看过老虎吗? 其实老虎它是一个思想很,就是很focus的人 很focus的一个动物 它是一个,哦,它会这样子偷偷在旁边先观察 先观察了,才做了决定 然后非常有信心的去抓 有发现到吗? 老虎就是这样子 所以老虎通常一来你就走不掉了 对不对? 唯一看到老虎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动物园 对,呃... 啊,好,ok 然后就野兽啦,就是我们讲野兽方面 所以这个老虎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 而且它是非常果断的 所以虎眼的水晶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会让你,就是有这个判断力 跟非常果断的去做决定 所以如果你无法专注 或者是你是在生活中比较微微诺诺 比较很像 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我这个不能 我那个不能 又负能量的人 然后又这个又怕那个 又怕全部都怕就对了 所以你就一定要 虎眼水晶 但是如果你的本身脾气比较爆的人 千万不要去拿虎眼水晶 因为虎眼水晶也称作为 就是霸凌之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被人家霸凌的话呢 就是要拿这个水晶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被霸凌就是你不够这个能量的勇气 去跟你对抗 所以的话呢 你在带虎眼的过后 你会比较凶一点 就是比较精神比较凶一点的 专注力比较坚定一点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说 你如果脾气比较大 不要选虎眼 因为如果这个虎眼你带下去 这个能量 你可能会引发你脾气比较大 这个会不会让你 你的注意力比较强 会 就是你工作啊 可能没有这个精神 对 他会 他会 怪不得啊 因为现在我拍影片 我感觉我想睡觉 但是我拿着啊 我感觉好像很精神 突然间有这个力量 对 很精神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我的水晶选择忽眼了没有 就是念经的时候 选择忽眼的水晶来念经 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有这个更专注的去做 然后更有这个力量 因为我们念佛的人啊 就是要有力量嘛 对不对 要有这个勇气嘛 要传佛法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通常啊 这个水晶 这个水晶 忽眼水晶是算比较热门的水晶 比较在常见的水晶里面 就是像白水晶啊 粉水晶这样子 那忽眼就是其中一个 比较常见的水晶啦 然后这个水晶 如果你们是想要去入手这个水晶的话 是可以去入手 但是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脾气比较高的话 就尽量就是少拿 但是他会帮你去专注力 跟他会平衡你的能量 所以变成如果你今天啊 你会比较负能量 就是讲怎么说 就是性格比较柔弱的人需要带 因为他需要这个勇气去 帮助他去对抗外面的世界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水晶除了可以帮助 这些比较软弱的朋友们呢 还有呢 就是可以帮助这些 很纯真的朋友们 所以啊 给小孩子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小孩子啊 有些啊 太顽皮了 或者是太容易被欺负的小孩子啊 女生啊 都好 就是可以去带这个水晶 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水晶 可以帮助到小孩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一个水晶 给你的小孩 带去学校 就带着的话 保护他的话呢 就是这个胡言 OK 所以这个胡言的水晶 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水晶方面呢 它可以有这个临床的 这个证实就是 它可以帮助到 就是很像下半身 就是你的下半身 可能你的脚不太好啊 之类的你都可以去带 而且它可以帮助忧郁症 就是你忧郁症啊 因为很多为什么 忧郁症是比较多是在 如果他的忧郁症 跟他的焦虑症是比较在 就是被人家欺负 然后跟他有这些 trauma 就是有这些心灵创伤 然后没有勇气去面对 所以这个情况就可以用这个胡言水晶去帮助他 这样如果打坐用呢 因为刚刚啦 你在讲的时候 我观眼睛打坐 对 在打坐 我感觉到啊 这个会弄到你的这个mind很clear 对 因为它就是给你整个清静的 就可以平衡 所以你会感觉到啊 你比如说你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就很多 我们很像比如说修行人 但是我们又不是讲出家人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是出家人我们又要同时又要修行啊之类啊 冥想啊 很容易有思绪混乱的状况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这种水晶来压住我们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念想啊 所以让你可以去很快很短的时间念去镇定 镇定你自己了 平静下来 然后去专注你现在要做的东西 那些经常想多多的人 这个就是最好的 对 因为它是石头 就是勇气石头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功能很有力量的石头 很有力量的这个水晶 而且呢 百物诗里Zandra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而且呢 我很喜欢收集这个原石 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 其实啦 买这个水晶 嗯 因为在外面它有很多种 对 然后 然后有些价格啊高跟低 对 有些真正假假 对 其实要怎么知道 买到的是对的呢 找我咯 就找百物诗里Zandra 对 所以我跟你说 其实啊 这个胡言啊 其实全部水晶它都有一个功效 所以它不管是这种柱形的或者是原石或者是串珠类的啊 它都有不同不同的用法 像比如说 如果今天啊 你是一个比较难睡觉的人啊 你买一个这样子的 你买这样子的一个圆柱就是这个柱形的 OK 柱形的呢 你就摆在你的床旁边 为什么呢 它会让你比较好入眠 然后 尤其是呢 我很喜欢鬼压床的有没有 比较灵异体质的朋友们 拿这个水晶放在那边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你压阵 让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灵魂就不会一直被这些负能量干扰 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安稳的睡觉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不会睡觉 拿这个胡言水晶啊 你可以睡到很安稳 不是说睡到很就是睡到很正能量啊 还是什么 就是很安稳 就是很安心就对了 这个这个胡言水晶 对 我在想还有没有其他眼 有 有 因为我突然在想胡言胡言 还有什么水晶是眼 我想到龙眼 呃 哈哈哈 很肥 龙眼 很肥 很肥 OK 所以的话 这个水晶啊 很强 而且呢 它相比其他水晶之内 它没有这么容易爆 对 对 所以如果你的胡言爆 你要知道啊 你的胡言啊 承载了多么多的负能量 因为胡言啊 相对来说 其他的水晶的能量啊 它是比较强去吸收你的负能量的 真的 所以的话 你如果不会睡觉 你就是拿这个 为什么要拿这个呢 因为呢 它这个形状啊 它会删法 它是这个整个能量场是向上的 就打到你的整个房间的范围 那如果你要冥想呢 就是去买冥想石 就找我 就下过法的原石 叫冥想石 OK 只有我这里有 那这个冥想石呢 就是可以帮你打坐的时候 或者观想的时候用 或者是呢 就是 手串类 手串类类就是可以帮助到你自己本身 自身的这个能量 或者是打坐的时候用啊 或者是 不是打坐的时候用 就是比如说念经的时候用啊 之类的 所以我啊 通常如果你们有看我的IG的话 你们就知道 我是很喜欢胡言的 我每天就胡言胡言胡言 胡言胡言胡言 胡言胡言胡言 所以我是很爱她的 虽然很多水晶我都很爱 但是胡言我就是对她真爱 所以啊 如果啊 原石啊 我有胡言的 我就 OK OK 很美 然后我就会 就是收起来这样子 我真的很喜欢她 你喜欢带胡言 对 我喜欢吃冬眼 哈哈哈哈 怎样 现在走不掉龙眼了 这走不掉龙眼的话题了 对 师傅其实刚才你带这个的话 你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 其实啦 我自己来说 嗯 我比较喜欢这种 然后我也建议啊 那些可能你们 感觉自己很负能量啊 对 或者可能 没有这个注意力啊 focus 那有些人呢 他们的注意力比较短 对 short attention 对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会比较顺利 嗯 啊 这种比较大的 这个叫 但是他们不能带 不能带 对 你把一个 这样在这里 这有点大 有点大 其实不用带了 你就在 在手拿住就好了 对 然后啊 可能你做工啊 或者你读书啊 要考试啊 对 觉得自己要 嗯 练习啊 叫怎么复习啊 复习 复习不进去 你就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你的 这个focus会比较short 对 真的 而且呢 你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呢 如果你放在那边呢 如果这样拿也是可以 但是的话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放着 然后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暗阵的东西 这样子 或者放在你的家 放在你的柜台 挡这些杀器 都是很棒的 因为它的能量都很好 然后呢 或者是你打坐的时候 把这个摆在前面 然后手上拿一个冥想石 或者是你念经的时候 你就把它摆在前面 这样子 或者你很累的时候啊 你很累 你感觉你头很痛 很晕的时候啊 躺下来 放在这个星轮 或者放在你的这个头上 这样子的话 可以帮助到你 非常非常的去专注 再加上 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很大的挫折 很难 然后你要自救的时候呢 鼓掩石 鼓掩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去帮你自救 让你有这个勇气去爬起来 去突破 因为呢 它就是这个勇气的石头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啊 让我被它的能量吸引到那么厉害啊 就是给它就是吸引到很强的这个能量 我那么爱它 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散发出来这个勇气 所以呢 我也是有这个勇气去传佛法给大家 加油努力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忽然啊 对 我突然想到 对 因为你说这个是勇气嘛 对 老虎咧 它们的勇气很强 然后它一 它的勇气很强 对 对 然后我就想了一首歌 Katy Perry 对 I came in like a rest Raw in the eye of the tiger 对吧 对吧 知道那首歌吗 对对 我懂我懂 所以就是 非常好 对 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能量 真的是很强大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又坚定 又强大 又正能量 又有勇气的这个能量 就很像一团火在你的心中 这样子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脾气很坏很暴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 不要拿这个水晶啊 因为一团火 载火下去很恐怖 就是很多人是讲 你是不是脾气很坏 不要带 脾气很坏的人不要带 如果小孩子脾气很坏 很顽皮 很发脾气 不要带这个水晶 因为这个水晶会提高它的勇气 去跟你顶嘴的 对 所以的话 这个水晶的话 你看这个啊 我的这个手上的这个 虎眼的108株已经跟我很久了 我修行就是一直都在用着它念经啊 所以它这个啊 能量很强很强的 所以有时候啊 我去个案的时候啊 很多人就是反馈 因为有一些可能鬼伤神啊之类 然后我这个 因为我每天念经嘛 这个能量又每天下法 我一压下去啊 它整个被压下来 它的这个能量啊 它的心也定 然后它那个灵也不敢乱跑 这样子 所以就是虎眼 就是陪伴我很久了 所以今天分享我们的虎眼水晶给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要找水晶的话呢 找百物是Exandra 因为百物是Exandra的水晶 所有都是有下购法的哦 能量加倍 如果你们怕在外面买 也不知道 对 上场上卖的是真的是假的啊 然后这样多价钱 怕又太贵怕又太便宜 对 找百物是Exandra 对 对 而且呢 我的水晶呢 都是有精心挑选 而且有下购法 OK 所以你们在这里啊 是不能找到一个很像 普通啊 随随便便一个水晶 因为我的水晶全部是下购法 所以我们要能量 我跟百物是Exandra去找水晶呢 对 可以花几个钟 对 哪里几个钟 几天 但是在一天里面几个钟 它就是专门去一个一个挑 一个一个装 因为它呢 就非常挑剔的 对 它会看这边有没有key 那边有没有痕 有没有什么都看 然后会选出几个 可能那整大蓝啊 还是什么 但是它只抓那几个出来 就一两个 这样子 对 所以的话 我们这里的水晶都是下法水晶 所以我们是配合我们的能量跟法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是单单要找水晶的话 不要找我 如果你们要找能量很强 能量加倍跟有法的水晶呢 才找我OK 所以的话呢 我会给你更多的水晶意见 还有教大家更多水晶的智慧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和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 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你还有什么水晶想要知道的吗 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会看咯 还有不要忘记要follow我们的IG跟Facebook 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个神学的更新 还有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记着满团对眼罗手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 我还记得 我以后 要不要忘记 而且这支影片 晚上七点准时发布 我那里不得了 我对你